歷經數十年的努力 泰國LGBT權益 有望更進一步 參議院將在明天針對同婚法案 進行二三讀 如果順利通過 泰國將會成為東南亞第一個 也是繼臺灣和尼泊爾之後 亞洲第三個同婚合法化國家 一個人在窗邊照顧花木 另一個人坐在沙發上看書 時不時交談幾句 看起來是最尋常不過的家庭生活 畢尤漢安這對泰國伴侶 已交往四年 有共度一生的打算 而泰國國會有望在近期 通過同婚法案 讓他們充滿希望 期盼立法後 同志族群的生活能更有保障 相較其他亞洲國家 泰國社會對LGBT族群較友善 但在實際法律層面 如已婚族報稅 或由伴侶簽署醫療同意書等 仍舊充滿潑折 儘管最早在二零零一年就有官員開始推動同婚 卻直到近年才看見曙光 去年國會大選期間 當時的主要在野政黨都對同婚表達支持 為泰黨取得政權後 現任總理塞塔也承諾將同婚列入重點推動項目 今年三月 眾議院以壓倒性票數通過同婚法案 參議院則在四月一讀過關 十八號將進行二讀和三讀 若順利通過 泰國將成為東南亞第一個 也是亞洲第三個同婚合法化國家 一旦同婚法案通過 將賦予泰國同性伴侶民法享有的已婚權利 如繼承和收養子女 但專家仍指出 由於現行法律對父母以辭的解釋 並不適用於同性配偶 未來在同志收養子女議題上 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公視新聞兩院編譯